大家好,雖然5月份第一天回來 真的影響了五窮,跌過了一千點 但我自己對這條看法不算太負面 也有些憧憬存在 但當然我經歷了3月中開始的反彈 現在正在反覆 但只要下面沒有跌跌 例如上月22日低位,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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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其實整個世紀還未轉 反而如果能夠站穩50天線樓上 我都可以試試上上月底的高位 大概24,800樓上 甚至乎可能再試25關後也不出奇 因為始終這個月回來 其實並非充敬會去炒作 特別去到月中後段,21、22日回來 都有耐力的量匯 我覺得其實部署上說 都是以國策相關的股份板塊聚焦 特別我自己覺得就以板塊來計 都是留意一些新舊基建雙關股 以及一些耐需消費的概念股等等 如果你說一些新舊基建股 特別是舊基建股來計 這次反而就不建議大家 留意一些傳統的基建股 因為始終那些 比如中鐵、中鐵劍等 我想大家有玩過都知道 其實是蠻欺人玩的 反而我會覺得 留意舊基建的相關股份 例如一些重型機械股 甚至乎一些上來股 我覺得會比較好些 只要是新機建股 不離於5G相關建設的加快 這些都不離於中興 或是經訊通訊等等的相關股份 至於內需消費 始終都是配合在內地 經驗初第一季 始終疫情影響之下 來近這幾季 我相信都要賺回經濟增長 除了外需外貿方面 始終受到中美的不確定性 在內需方面 其實都會比較多的政策支持 所以在內需消費股 我相信都可以留意 所以如果這個月回來 我覺得大致上有些辦法 可以先留意